日期中晚间九点多 高雄大叔这路口大家庭等红灯 白色轿车左转车速不快 但下一秒却发生暴冲 冲进一旁超商内 有在人吗 有在人 有没有受伤 没有 确定没有 警方到场时白色轿车整台 已经在店里刚好是座位区 开车的女驾驶表示 本来要停在前方停车位买东西 在转弯时疑似物财楼门 发生暴冲撞进超商 还好没有造成伤亡 听说转一车很大车而已 不知道什么转弯 上班的上班族吧 对那边很长啊 就每个礼拜都会有 被撞的玻璃门用大木板 先挡了起来等待进一步修理 而不只超商 在嘉义市一大早也发生轿车失控 冲进连锁超市撞破玻璃门的意外 从开始直到直线就走出来 过来不及反应 然后他就撞到我 前面那个右边 速度只有不到三十 因为走转我看到他真的还很远 原来当时是这部黑色轿车 准备要左转 撞上这部直行的白色轿车 白车失控 这才撞烂了玻璃 整台车冲进超市 当时还有人正在购物中 还好车辆撞入时没有造成伤亡 双方驾驶也无人受伤 详细造折 警方要进一步历清 参讯廖国熊黄大为古不先 嘉义告诉我们